7岁被医生诊断 患有先天脊椎侧图 21岁开始以轮椅代步 陈小燕今年35岁 脊椎弯曲日趋恶化 更深的忧虑正营绕在小燕心头 如果脚它越来越弱的话 我的手必须要用更多的力 当手脚一起痛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连最基本的 transfer的这个动作都有困难的时候 那生活的品质就会迅速地下降 一路走来 多少个夜晚含泪入睡 只有自己知道 你就觉得我生命真的很无常 然后真的需要把握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 什么是你想做的事 去做慈禁 如此笃定的口闻 是因为打从在大专时期 小燕的生命开始因为慈激的爱 而粘放希望 志工上人都有教导 虽然说我们人生是很苦 但是只要你是有培养出一个大爱的心 去学习付出的话 那你这个人生会过得很富足 苦修了六年 小燕用比别人多三倍的时间 终于完成了电脑科学系博士学位 然而米框遇下了病情 不禁让他对自己的未来有所保留 如今上班领心 足以应付基本的生活需求就好 心里头最大的心愿还是 心愿就只是想要搬到靠近近视堂 缠弱的躯体 需要定期做物理治疗 减缓恶化的速度 刺激之工每周排班三天 轮流关怀陪伴 同时也带着他去看房子 希望找到更靠近 居家设施更为合适的选择 让他安身安心做刺激 在看到别人这样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想过以前 我们很需要人家帮的时候 别人也是要来帮我们 现在我们有能力帮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去帮别人 回溯几个月前 小燕每个月滑动着轮椅 前往吉隆坡近视堂 参与志工成长班 20分钟的路程 对小燕而言 只有一句话 只要有心的话 路途就不遥远 大爱新闻 秋晚静罗国聪 马来西亚报道